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感叹 50年前1令吉等于1新加坡元 现在1新元等于3令吉 那么2050年或2070年的兑换率会怎样 是1比4 1比5还是1比6 林吉祥昨天推荐行动党议员潘杰伟新书时反思 我国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团结大国 还是我国注定沦为失败的国家 林吉祥说22岁的李子佳赢得了全英赛羽毛球单打冠军 大马人康宜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燃烧了5万只火柴 以强调气候变化如何摧毁世界 不过在国际舞台上 马来西亚却不是表现出色的国家 在过去50年中 新加坡和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马来西亚 未来50年会有更多的国家超越大马马 林吉祥呼吁老年人必须退下公共场景 让年轻人接受 他举例行动党一直都是年轻的政党 例如冯宝军中选国会议员时只有26岁 郭苏沁则是35岁 2018年杨美银当上内阁部长 当时只有35岁 如今加玛丽亚 黄美诗 林尼威 雪弗拉 分别在28岁和29岁重选为州议员 郭子一26岁成为马六甲州议员和州行政议员 冯信哲29岁重选为沙巴州议员 30岁担任沙巴州部长 黄永斌也在28岁重选为沙巴州议员 林吉祥希望老年人绝对不要成为年轻人成长的绊脚石 特别是我国大约44%的人口在24岁以下